英文的A L A N G 说吴亦凡 英文不会读啊 吴亦凡 来 要 吴亦凡 我叫他吴亦凡 我叫他吴总 其实对黑派他是真的很懂 他不仅有帅气迷人的外在 实际上他也有很多懂得很厉害 很多的东西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他不仅仅只会说的一句话 他不仅有的帅气的外带 他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爱戴 很多人和他照相都想晒晒 包括我一样就算是没有WiFi 他懂得很多的文化 所以你们也别说他不懂HIPHOP 我不是说我拍马屁 不是说人的把戏 只是说真的懂得真的还算可以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 为何要算得那么精细 至于很多的粉丝 我也不和你争吵 我只说我们吴老板真好 那这个得让老白来讲一下老吴 老吴我感觉就是 可能就是说唱圈里 还是对他可能有一些偏见和质疑 不过我觉得 他是真的是很懂说唱的 而且是很有心思想把这个东西做好 反正我觉得节目播出 你们大概就对他有一个聊 接下来有请制作人吴亦凡 吴亦凡 吴亦凡我还挺期待的 我就是从他来的不唱我算 吴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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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确实说 Chris是 我觉得可以跟国际上去平等 他的风格跟这次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唯一可能 也许可以下次再尝试 就是再多一点点变化吧 因为你在第二段的时候 都是一个double 如果你做出点变化的话 可能会更有意思 nice nice 可可 凡哥有仔细听 他给我指出来了 我有受到尊重 因为他是从音乐本身 仔细去听每一个人 所以说我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我给你机会的话 德嘉然就不公平了 刚好 刚好 这公平 这一人来的 其实据我了解也是 Chris他好像是整个公司全反对他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他是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 其实他现在知名度应该 很真实的来说 其实可以拍戏 然后接广告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就是说他还是来这个节目 然后为了推动嘻哈的发展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对 我觉得这样态度是才能把它做起来 对 吴老师的了解 我这样跟大家说一句话 不管你再怎么不服 但坐在那儿就是吴老师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价 你比他行 你赶快 凭自己的能力坐到那儿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吴老师经历的事 就是 是你们都没经历过的 我是觉得这种吴老师的 而且他对Viva的爱 我相信就是 在他这个级别的人里面 我觉得 唯一了 真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 对 他获得的都是他该获得的 好